好,OK,那我们来开始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这个python的学习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今天是我们这个第二天,那今天的话呢,主要上午的话呢,跟大家这个第一节课呢,更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python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以及它能够以后能做什么事啊,这个呢,我们在开班的时候也跟大家大概的讲过啊,但有的同学可能没有参加过我们这个开班典礼,那我们这里边呢,再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呢, 看一下我这个笔记,我这个笔记呢,其实就用的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markdown那个语法整个写出来的,用markdown配合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插件啊,然后整个呢,一些工具写出了这么一个比较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一个这个html文件啊,一个笔记文件,好,那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这个里边呢会有一个学习目标,学习目标里边呢会告诉大家我们会学哪些东西啊,大概的一些情况会跟大家介绍到,然后呢又又讲这个啊,这比方说, 我们说今天了解python,安装和配置python,昨天呢我们已经配置过了,今天的话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然后呢体现这个体验这个交互式编程,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规定,那我们每一个讲完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呢大家要知道一下,对照这个啊,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效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啊,好,那我们呢接下来呢接着接着讲啊,好,首先呢第一个呢,先介绍一个东西 叫计算机的组成,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比较对我们来说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有的同学从这个可能啊,对于电脑的认知,只会开机,然后呢只会写个word,只会写个txt,聊个qq,打个游戏是不是,桌面上有一个游戏,点两下,然后就开始玩游戏了是不是, 他都没有想过这个电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计算机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那我们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计算机啊,其实计算机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比较比较狭隘的一个概念啊,可能就真的指我们这个电脑,那其实呢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计算机它的一个范围呢是越来越广了啊,不只是这个个人的电脑,你像这个手机,像那个pad,我们都可以给它称为一个计算机这么一个概念啊,可以可以这个模糊的成为一个计算机啊,它跟计算机还是一样的,是不是,他都没有想过这个电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计算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那我们呢跟大家介绍 计算机有一定区别的,但是它和,但是呢它和计算机有很多很多相似的东西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实现计算机编程啊,首先需要明确计算机的组成,就是要知道这个计算机到底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啊,那其实呢计算机的组成呢,主要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叫硬件,一个叫软件啊,硬件和软件,那我问一下大家啊,大家知道硬件是啥,软件是啥吗,有没有同学知道的,好,那这样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内存是硬件还是软件,来,在评论区回答一下我,现在评论区能用吧,应该没崩吧,硬件,对,内存是硬件啊,好,那我再问一下大家啊,我这个微信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微信是硬件还是软件啊,好,软件是吧,对,很好啊,大家都开始刷起来了,很好,这个感觉很舒服啊,看到大家 大家刷屏我感觉非常的爽 这个有了我又活起来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最基本的概念 大家都是知道的 硬件的话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有的人说老师我摸不到CPU 那是因为你没拆开电脑 如果把你的电脑拆开的话 这个里边就会有 你就能够看到你的CPU了 CPU是硬件 然后这个软件的话 就是我们操作的看到的 就是一些怎么说呢 就是一些用的一些软件 这么一个概念 那我们写代码的话 主要是在哪个层面上写代码 是在软件层面上写代码 我们写的代码 都是在软件层面上写的代码 我们是软件变成工程师 软件这个变成工程师 那不是硬件工程师 也有做硬件的 硬件工程师也有的 但是现在的话 硬件工程师 说的好听叫硬件工程师 是不是 说的直白一点 就叫啥呢 就是修电脑的 芊如是 芊如是其实也不是这个硬件 芊如是更多的 也是硬件 其实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硬件弄起来 完了也是写代码 没有吧 硬件的成本 现在越来越低了 你想想看 以前你这个九几年的时候 买个电脑 那是什么电脑 那都非常破的电脑 是不是都很贵 好几万 是不是 现在的话 硬件的成本越来越低了 而且现在大家 基本上硬件呢 不修 坏了就换 是不是 坏了就换 基本上不修了 所以呢 这个硬件工程师 这个工作的越来越少了 那更多的都是这个软件 更多的写软件 硬件呢 是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 软件的话呢 还需要我们这个 写更多的这种 这种相当于这个 脑力的一些运动 好 那这里边的一个概念 什么是计算机 计算机呢 俗称为电脑 是现代一种 这里边说一两个 高速计算机的电子机器 其实这个 现在跟大家介绍计算机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 那早先的时候 跟别人介绍计算机 别人可能还不知道 是不是 像我第一款 我问一下大家 大家接触的第一款 计算机 这个操作系统 是哪个系统 接触的第一款 计算机 来 在评论系里边 我看看你们用的是 哪个操作系统的 XP XP 哇 那你们用的晚呢 那朋友们 温7 温97 温98 温2000 可以 有的同学 这个比较早 温7 没有温97 只有温7 是不是 97是哪个 没有97 只有98 9598好像是 还没有97 那我接触的第一款 操作系统的话 Windows的操作系统 是温98 有同学跟我接触的差不多 那说明你这个 接触的比较早 温98 网吧的XXP 还是比较晚的 有同学说 接触的第一个 这样是Linux 那你这个 这个开局很高端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呢 我接触的第一款电脑 是Windows98 这个Windows98 这个操作系统 那其实呢 它是一个软件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当时我接触电脑的时候 只会干啥呢 只会开机 就是我知道那有一个按钮 可以按一下 它开机了 完了之后 什么都不会了 鼠标也不用 然后这个 关机 甚至关机都不会关 最后电脑都不会关 已经尴尬到这个程度 但是也无所谓 因为这个电脑 也不是我自己的 是不是 去了这个网吧 以后开机 就玩 玩完之后 也不用管它 关机不关机 直接走着就完事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的网吧 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这种 什么那个刷身份证 还没有账号 就是你跟他说 一个小时 他给你开一个小时 你玩完了之后 直接走着就行了 好 这么一个概念 那我们说的呢 更多的 在我们这个操作的时候 黑网吧 是吧 黑网吧 是 那我们这个 其实在我们那个 说的这个 我们操作的计算机 操作的时候 更多的 操作的就是这个软件 那其实呢 在软件的基础上 还有这个硬件 那我们比较关注的硬件 有哪几个呢 有这个CPU 内存硬盘 这三个的话呢 其实可以称为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的 重要的三大件 CPU 内存和硬盘 这三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 那其实呢 我们起代码 我跟大家讲一讲 有显卡 对 有的时候有显卡 是不是 那如果都来念叨的话 有显卡 还有网卡 还有主板 是不是 各种各样的 是不是 都有 那我们 我跟大家说这个呢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写代码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啊 都是用代码 用一段这个代码 然后呢 把这个消息 发给CPU 发给内存 发给硬盘 把这些消息 发给这个CPU 内存硬盘 让他们来执行 我们的命令 这就是我们 编程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写一段代码 你写完之后呢 把这个代码运行 告诉给CPU CPU 你把这段执行一下 就这么一个概念 明白不 这是我们说的 代码编程的一个概念啊 好 那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呢 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叫硬件系统 一个叫软件系统啊 那硬件系统呢 也分为主机部分和这个外设部分 主机的话就是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其实就CPU CPU 然后这个内存处理器 内存储器 随机存储 这个随机存储器 这个尺度存储器等等等等啊 好 然后呢 硬件的话呢 我们不做过多的这个讨论啊 因为硬件 我们不是硬件工程师 不用管它 那更多的话呢 我们是做这个软件啊 软件的话呢 其实也分为两大块啊 哪两大块呢 一个叫 一个叫系统软件 一个叫应用软件啊 系统软件的话呢 是这个操作系统层面的 它包含我们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驱动程序 语言处理程序 数据库管理系统等等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就是去电脑城里边传机 叫传机 啥意思呢 就是你自己拿着这个配置单 你说我去这个 当然有一定的这个电脑的经验的啊 你去这个电脑城里边 说这个哎 我要买一个什么呢 我要买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怎么样呢 我要一个CPU是 有这个有这个 我CPU是爱爱爱爱的是不是 然后这个内存的话呢 是什么样什么牌子的啊 基斯顿的是不是16G的 然后呢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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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卡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个 主板什么样的 对 就是自己组装电脑啊 专业术语叫传机啊 传机 好 应该大家有这样的 类似的经历啊 就是传机的经历 那对 省钱性能好 还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对 说的很大 很到位啊 那其实呢 我们传机啊 买的这个电脑的话呢 它都是什么电脑呢 都是我们这个硬件啊 买的这都属于是硬件部分 硬件部分 你把各种各样的硬件买好 给它组装起来 那你现在 你这个电脑硬件 就已经有了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你有了硬件的话 你这个电脑能玩吗 能玩吗 哎 其实是不能玩的啊 大家想想啊 你买回来了之后呢 这一堆东西 它都就是什么呢 顶多怎么玩呢 顶多是你把这个装好了 插上电 它给你亮一下 是不是 亮完之后就不能玩了 现在啥都做不了了 有个人说人机对话 对 其实就是这种概念啊 你买完之后呢 这个 各种各样的硬件组装好 然后呢 再给它这个 你再给它怎么样呢 插上电之后 它就不能玩了 它就只能给你 想一声 第一声开机 是不是 完了之后就玩不了了 你就看到小黑 小黑框框是不是 那个小黑框框呢 其实是不能用的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时候呢 需要怎么样呢 需要在我们硬件的基础上 装一个操作系统 叫装一个操作系统 那我们 对 有同学说了 装操作系统 安装驱动程序啊 那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呢 有哪些常见的呢 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比较常见的几个 这个系列啊 一个就是Windows系列 操作系统呢 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好吧 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因为这个 刚说的话 我怕大家记不住啊 有的同学不要觉得无聊啊 你不要觉得 老师这些东西 你还跟我讲吗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 有些 有些这个常识性的东西啊 有一些同学确实不知道啊 确实是不知道的 这个我们还是得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你既然做这个开发 你就要知道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是不是 计算机的计算机的这个组成啊 好 那其实有两部分啊 一个叫硬件部分啊 硬件部分啊 有什么东西呢 CPU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内存和什么样 内存和这个硬盘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这个软件部分啊 好 软件部分呢 又分为这个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啊 那系统软件又什么样 又分为这个操作系统 这个 操作系统 包括我们的这个 操作系统 包括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驱动程序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 语言这个编译程序 编译程序等等等等啊 它都属于是系统软件 明白吧 好 那这个里边呢 操作系统呢 主流的 有哪些操作系统呢 对 大家写得很好啊 主流的就是我们这个Windows啊 大家比较见的比较多的 Windows这个系列啊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个呢 大家可能见到的就是这个 Mac Mac操作系统啊 Mac这个操作系统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Linux系列啊 它也是一个系列操作系统啊 好 除了这个之外啊 对 有的人同学说了 还有这个安卓 和这个什么呀 和这个 iOS啊 这几个操作系统啊 这么几个啊 大家都要知道啊 那其实呢 在我们接触更多的啊 包括呢 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 我把这个放过来啊 包括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上课用的环境呢 都是这个Windows的操作系统 Windows啊 有同学说 苹果啊 苹果就是这个Mac操作系统啊 苹果用的就是Mac 好 Windows里边呢 有各种各样的系列 什么Windows这个 它其实也分啊 分两个 一个叫PC端 PC端 什么叫PC大家知道吗 这个PC是怎么翻译的呀 有没有同学知道全称啊 PER SON 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个人电脑啊 对个人电脑 PC端的话呢 有哪些呢 比方说这个Win95啊 大获成功的是一个Win95 然后呢Win98 Win2000 Win 然后那个Win2000完了之后 哪个呢 Win这个2000 然后呢 Win这个XP 是不是 还有什么Windows什么 还有一个Vista 还知道这个吗 大家知道知道吗 哎 昙花一线的啊 很不好用 Win7 然后这个Win8 然后呢 现在Win10 是不是啊 大概的 这些其实都属于是微软 这个操作系统啊 都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啊 好 除了这个PT端之外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叫Server端啊 就是服务器 有同学没有听说过Vista 是不是啊 这个Vista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那个 是一个过渡产品 从那个XP到Win7之间 然后有一个Vista 现在的Win7啊 很多都是基于这个Vista 非常不好用的 只存在了 好像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给替换掉了啊 那这个Server端的话 有哪些呢 有这个Windows Windows Windows这个Server 这个2000 然后这个 好像还有这个Windows Windows Server2003 好像有这个 还有Windows这个 Server这个2008 笔记做不过来 我就没让你做笔记啊 这个笔记 我跟大家讲过啊 上课的时候 只是听笔记的话 下课的时候 再来总结 明白吧 有一些课堂 我做的笔记 我会都发给你 如果我没有做的笔记 然后大家自己做笔记 对 笔记做不过来 不用做啊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以后呢 我们做的更多的 其实更多的 关注的是这个Server端 像我们做 如果你做这个服务器 开发的话呢 其实是做这个服务器端 就是Server端的电脑啊 这么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一下啊 下面的Mac也是一样啊 Mac也是 Mac这个苹果操作系统啊 不用截图啊 这个我到时候发给大家 这个文件都会发给你啊 这个文件都会发给大家 大家不用做笔记 这个笔记不用做啊 你这样做的话 你根本没有 没有时间听了啊 所以不要 这个时候不要做笔记 我上课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我做的笔记 我都会发给大家 好 Mac操作系统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苹果的操作系统 它也有这个 它也有我们这个 Windows和这个 也有这个PC端啊 个人端和这个服务器端都有的啊 那Linux系列的操作系统的话呢 这个我们后边会讲 其实除了Linux 这边还有一个叫UNIX UNIX这个系列啊 系列的这个系列操作系统啊 这两个的话呢 UNIX和这个Linux 我们在后边呢 都会跟大家提到啊 特别是这个Linux 我们会有 专门有一周的时间 会跟大家讲 这个Linux的操作使用啊 会讲的比较多 无邦图 对有同学说了啊 这没水是吧 说的是无邦图这个操作系统啊 很好啊 好 这是一个概念啊 操作系统呢 是一个啊 是我们要装的第一步啊 就是当你买完电脑之后 你的硬件呢 都已经拼好了 那接下来做的第一件事 你要来装这个操作系统 明白吧 要装这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有很多可选的 看你装哪一个 是苹果的 还是这个Windows的 还是这个Linux的 还是这个 安卓和IOS 这两个是移动端的啊 移动端的手机的啊 有同学说叠变是不是 好 这些都是这些Linux的一些东西啊 好 那完了之后呢 下面有个东西叫驱动程序 这个 有同学说这个赛班和互蒙是不是 这个赛班的话 确实啊 我们不能把它给 不能把它给忘了是不是 赛班必须要有名字是不是 虽然说这个已经死了是不是 但是这个 确实也曾经辉煌过是吧 赛班的话 之前在这个手机操作系统里边 这个诺基啊 还是很火的哈 好 那我们就不说操作系统了 有很多 不再列举了啊 那驱动程序的话呢 是什么呢 驱动程序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驱动程序大家想想啊 就是 我们刚才讲过啊 我们装完硬件之后啊 然后呢 要装这个操作系统 其实操作系统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操作系统是这个硬件完成了以后 装的第一款软件 就是在硬件的技术上 装的第一款软件是不是 那这个驱动程序是干啥的呢 它的作用啊 就是让这个硬件 更好的被这个软件操作 就是硬件的 更好的被这个软件使用 这么一个概念 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啊 不需要你再装 因为我们装操作系统的时候 它自带的就有一些驱动程序 但是呢 有一些同学 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装好了操作系统之后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呢 我这个电脑呢 能开机也能用 但是呢 就发现我这个 我这个上不了网 Wi-Fi不能用 或者说 我这个电脑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 我电脑的这个声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声音 就是电脑这个放音乐 没有声音啊 都能用 就是这个网卡不能用 声音也不能用 甚至这个 有些时候这个界面 就是这个图形特别的护 特别的护 说我玩游戏的时候 装了一个显卡 是不是 专门搞了一个显卡 然后呢 没有用上这个显卡 是不是 这就是有一些 驱动没有装 大部分通 大部分情况下 用这个通用驱动就可以了 这个驱动程序的话呢 也可以 大家以后 这个如果遇到电脑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个驱动 驱动的程序 对 就是这种 声卡 网卡 还有这个显卡 这些驱动 驱动很重要 对 一般情况下 这个电脑装好之后 都会有这个驱动 都自带的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的驱动 在哪看驱动 有没有装成功的 在这个地方 在电脑里边 有一个叫管理 有一个管理 管理里边呢 有一个叫设备管理器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在这个里边呢 你可以扫描一下 扫描这个硬件改动 如果你扫完之后 发现你这里边 有某一个 某一个是一个黄色的碳号 有一个是黄色的碳号 然后呢 那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它的驱动没有装成功 你现在呢 需要给它重新装一下驱动 对 有同学说正在讲计算机 对 讲计算机的基本操作 基本原理 这个呢 大家需要了解的 对 那你这个里边 驱动装不了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下 360驱动大师 对 什么这个360驱动大师 或者是驱动精灵 各种各样的这种 专业的这个驱动软件来做 你 你用它来装驱动 很简单 就是直接点一点 点一点 就是下一步下一步 就能点出来了 讲的不错 感谢你讲 你这不像是夸奖 像是评价 好感谢 那这么一个概念 印件的话呢 说完之后呢 我们说这个软件 然后里边有一个 这个驱动程序 好 那完了之后呢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语言的编译程序 这个我们待会要讲的 什么叫语言的编译程序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啊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我们要自己写一段代码 交给这个计算机 让计算机来怎么样呢 来执行我这个代码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啊 我写的东西怎么样 让计算机能够明白呢 它怎么能读得懂呢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啊 计算机呢 其实就是啥玩意呢 计算机就是这个一大堆的印件 电子元器件 它只能识别什么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电脑只能识别什么东西 电脑只能识别什么 对01 对说的很对啊 机器语言 对说的很对啊 只认识零和一 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 就是零和一 零一零一零一 除了零和一之外 它谁都什么都不认识 明白吧 它自己的语言 这个同学你说的很对啊 确实它只认识自己的语言 就是零和一 有电流和没有电流 这两个区别明白吧 它是一个电子的东西 它只能识别 有没有电流 有电流就有 没有电流就没有 就是二进制零一 那现在呢就有个问题 我写的代码 我肯定不能写零一零一的 让电脑来认识 是不是 这个同学说有延迟 你感觉你有延迟 那确实是有延迟的 我这边说完之后 差不多等到这个 三五秒的时间 甚至十多秒的时间 才能够看到大家的反馈 有延迟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是不是 我看这个有延迟 也没影响大家互动 我看大家都挺热情的 好 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语言编译程序 就是让我们写的代码 变成这个机器 能够识别的 这个零一零一 这就是语言编译程序的一个概念 这个大家要知道 好 除了这个软件部分 这些代码 大家注意 这些代码都不是我们写的 这些代码都不是我们写的 你像操作系统谁写的 操作系统分是不是 如果你是Windows系列的话 这是微软公司写的 如果你是Mac操作系统 这是苹果公司写的 明白不 这是有些大公司来写的 不是我们写的 那你像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以后可能更多的就是哪呢 就是这个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 这个可能是我们写的最多的 比方说什么东西呢 这个QQ 什么这个微信 还有什么这个LuaRu 是不是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应用软件 相当是这个应用层面的一些软件 好 那这个应用软件的话呢 以后我们写的 更多的可能就是写这些 QQ微信和这个LuaRu 类似的这种功能的一些软件 好 这么一个概念 应用软件呢 是我们这个开发 以后开发的一个方向 当然了 我们写的应用软件的话呢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QQ微信 LuaRu 这种桌面级的应用程序 什么叫桌面级呢 就是它运行在你的电脑上 有这个 有图音画界面的 我们以后可能写的更多的 如果我们要写软件的话 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呢 是运行在 服务器里边的一些应用 服务器里边的一些应用 这个概念呢 还是有点抽象的 现在呢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你先记住一点 我们以后写代码 更多的是在这个应用软件层面 来写代码的 当然了也不排除 如果有的同学 你做得非常好 是不是 过了几年之后 你觉得这个做得很棒 我做得很好 然后呢 你被这个微软 这个亚洲研究院是不是 然后被拼过去了 你开始做这个Windows系统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也有可能写这个操作系统了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计算机的组成 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 有同学这个没有计算机基础的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们后边会涉及到 大量的写代码 我们写代码到底在做什么 大家要知道 那其实呢 这个它这个硬件系统的话 其实有一张图 这个能跟大家这个写的很明白的 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计算机是怎么样运行一个程序的呢 首先呢 第一个我要从这个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包含什么呢 你的CP 你的这个 这个鼠标 你的键盘 你的摄像头 你的麦克风 这都属于是输入设备 就是我把我的这个信息 输入给电脑 用鼠标点一下这个某个界面 那这是一个输入了一个信号 用键盘写入一个数字 写入一个写入一个东西 然后呢 把我这个文字输入进去了 那我用这个摄像头 把我的这个图片 把我的人脸是不是输入进去了 用麦克风把我的声音输入进去了 输入进去之后呢 交给电脑 电脑呢 在内部啊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CPU CPU和这个内存 然后呢 进行之间的不断的数据的交换 不断的数据处理 然后呢 再把这个数据输出出来 告诉给你这个结果 然后呢 中间的可能还要涉及到什么呀 外存注器 他可能还要读一下这个硬盘 读一下硬盘啊 其实呢 这个他画的呢 有点抽象啊 说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一个操作 是什么呢 大家都在你的电脑上 放过电影吧 放过放过这个 再离线的 你下载一个电影下来 然后来播放它 你是怎么播放的 显示器就是输出设备啊 这么说就是 显示器是输出设备的一种 但是并不是说输出设备 全是显示器 因为什么呢 输出设备 我们可以输出这个 显示器是用来输出这个图像的 是不是 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显示器 输出设备 有的是投影仪 对 还有什么呢 还有你的这个音箱 你的这个 你的电脑的音箱 对啊 很对啊 能能不是能看得到啊 看到到听到到的都是啊 不只是啊 就对啊 有的说说很对啊 显示器只是输出设备的一种 能够看到画面 你的音箱 你的电脑内置的音箱 它也是输出输出设备 甚至我们这个打印机啊 也是输出设备 是不是 输出设备很多啊 那说一个最简单的 贴合我们实际的 就是当我拿到我这个 在你的 你在你的电脑上播放一个 离线的一个电影的时候 你看看啊 你首先要用这个鼠标 双击一下那个电影 是不是 那其实你双击的时候 你有没有给这个电脑输入信号呢 有啊 你用你的鼠标 双击了一下这个视频 其实你就是用这个输入设备 你的鼠标 给它输入了一个信号 说我要打开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保存在哪的呢 大家知道这个视频 保存在哪个位置了 视频呢 保存的位置 是在这个外存储器 也就是我们的硬盘里边 把这个数据呢 保存在硬盘里边 当你双击的时候呢 他把这个消息 你双击这个视频 他会告诉你 说这个CPU接收到的消息了 说有人要来看看视频 是不是 他来读这个硬盘里边的视频 然后开始播放一顿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图像交给我们的显示器来运行 然后把这个声音交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大喇叭 就是我们这个音箱来显示 明白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啊 其实操作计算机就这么回事啊 对 存储在存储在外存储器 就是存储在我们这个硬盘里边 然后这个运行在内存储器啊 这个我们后边会讲的啊 那其实呢 这一块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说 我们要讲这个硬件部分 讲这个三大块呢 CPU内存硬盘呢 其实这里边呢 涉及到很多东西啊 因为这么跟大家说啊 我们每一次的操作 每一次的操作啊 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每一次的操作都要涉及到这个CPU和内存啊 都要涉及到CPU和内存啊 包括我们昨天写的一个print hello world的那个代码呢 也涉及到这个CPU和内存啊 你每一次操作都要涉及到CPU和内存啊 硬盘的话呢 我们在后边会讲 硬盘的话会有这个文件操作啊 文件操作就是你读一下这个硬盘上的一个文件啊 我们会操作这个硬盘啊 好 这些概念的话呢 大家都要知道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概念啊 那最后呢 有这么一个图 大家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硬件和软件的关系 就是硬件系统里边最下边啊 就是一个硬件各种各样的这个CPU啊内存啊硬盘呢 放到我们这一个放到我们这个大的这个音箱里边啊 这个机箱里边 然后呢 整个堆在一块 那堆完了之后呢 在这上面的话呢 有这个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呢 包括这个操作系统 编译程序等 然后再往上的话呢 是应用软件啊 就是我们播放这个音乐的 然后电脑游戏啊 等等等等啊 好 这是计算机的组成介绍啊 我把这个呢 先跟大家暂停一下啊